多謝大家一直以來支持我們自家兄弟的驗樓影片 如果你有驗樓等等的需要 你可以在我們影片下方的WhatsApp link查詢報價 已經有不少需要收樓的觀眾透過我們享用了這個服務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繼續支持我們的影片 如果未訂閱我們的頻道的可以現在訂閱 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影片了 另外也可以上我們Facebook給我們一個讚 那就可以在Facebook裡面看到我們的最新資訊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期待了很久的項目 觀塘的海域終於去過位鹽樓了 這個超大型的項目 開售的時候 觀塘本區的居民搶著去買的 當然這個樓館近期的熱話 當然是打針有樓抽 說的是贈送你千多萬的一個單位 雖然不會那麼容易抽中 但是多個希望也多個誘因叫你去打針 對不對 其實這個樓盤還有現樓的一手樓賣 所以發展商這樣做 又當做善事又當宣傳 其實都相當精明的 那如果千多萬的一個一房的話 到底這些質素又行不行呢 我們現在馬上去驗給你看吧 好 今天來到這個觀塘 御民坊 也就是海匯 這個御民坊的商場在收樓之前就已經開張了 我也走過 那現時開了的店舖就還沒算很多 還有很多還沒開 不過去告訴大家 這個商場都很具有特色的 怎樣有特色法呢 下集再跟大家說說吧 現在我們是直接先去收樓和驗樓的部分 公用部分 好像大堂等等部分 是可以的 這個也不需要質疑的 不過單位裡面又會是怎樣呢 會不會嚇你一跳呢 現在馬上去驗給你看 這個單位七八尺左右 入門位置有這個稍微長一點的走廊 好 旁邊就是廚房 長新的廚房來的 很細好用的啦 站兩個人做事都可以 既有明火 亦都有電磁爐 景觀方面就向著舊樓 既不算很開揚 但是亦都不算很困 這裡就日葬 看看那個官月華風 是很困難的 起初我看到它的功用部分真的很漂亮 想著它整個膠樓標準都會很高 誰知道驗下去原來問題也算很多 玻璃的問題是比較多的 玻璃的問題是比較多的 冰和污漬等等都有的 在這裡玻璃細細 但是問題也算是多多的 這個是套廁的洗手間 今天一放的水 看看一會兒有沒有機會有什麼滲漏情況等等 這個就是客廁 尺寸明顯是套廁的小一點 師傅在看上面的假天花位 看看有沒有什麼後半的問題 整體長身等等 都很多小問題 不平啦 污漬啦 這間小房整體一些瑕疵 有些小問題都算是比較多的 就這樣看玻璃的問題暫時是比較多的 在一些大玻璃上面都會發現一些氣泡 我用超級微距給大家看清楚 這個盤玻璃問題比較多 這裡很清楚看到的黑點就是一個北方的氣泡 不好意思,用超級微距後面的景象會比較少看 但是你可以很清楚看到這個很實立的氣泡 在主人房塊的大玻璃上面有三個氣泡 師傅就說基本上一定要換掉它 整間屋空鼓就不算很多 不過也是有的 這裡有個空鼓 讓大家聽一聽 聲音是不同的 響亮一點 現在再給大家看多一次這個七八呎三房的單位 整個客廳有多大 這個位置師傅有些操心大意 做的時候 另外這邊的膠 它用的白色 污漬都挺厲害 部分的牆身 都會看到這些細微的奔花問題 這些牆身細微的位置 就真的太麻糊了 做得一樣 在這些邊位置有很多凹凸的行 這間主人房如果放床之後 你可以走到露台的位置 空間就不多 那就要大床那邊看看如何構思 這個鏈 這個背景 對,這邊它有明過 這個鏈子 關閉的時候 要卡住 這個鏈 這個鏈 好 這次師傅們有新的儀器 內窺鏡 這次師傅們有新的儀器 內窺鏡 真的很好 這個設備 所以驗樓也要與時並盡 沒事吧 不過地板等等的問題就比較多 花了 裂了 等等 第二間睡房 氣泡有一點多 這塊大玻璃有三個氣泡 清晰地給大家看看 什麼是氣泡 日光夜白 要試燈是極之困難 師傅是要遮掩消一段時間才會燈 我明白了 要遮掩著一會 ok 好好 今天跟大家説説 氣泡和一些細微的崩訣是有不同 現在畫面看到這個 就是一個很細微的崩訣位 是不規則 氣泡就軟落一邊 露台外面的折胶也破爛了 還有外圍的鐵板也破爛了 這位置直接看到有聲音 穀氣了 臨庭的位置不止一個 在這個位置有好幾個 最嚴重的就是敲出聲音 在客廳的露台位裡面 驗到的問題也不少 整體來說玻璃的問題算是比較嚴重 這個冷氣機是大金的 不過有問題 異常關機其實就等於用不到 暫時一定要維修 這個污漬會不會是師傅 可能有什麼不小心罰到的呢 主人房這棵牆身已經是最理想的了 因為兩間細房的問題明顯是比較多的 天花板這裡就拋了一個空壺出來的 客廳洗手間問題就算是比較少的 問題也是一些很細微的奔花等等 來到試水的部分 要看一看一看 重點就是要看它的去水 是否理想的 似乎去水就不算很順 雖然看到它在去 但是就不是十分之快 這裡是主人房這個露台 剛剛噴完的去水情況 我這樣看 這裡的去水就理想過客廳的露台 即是它現在這裡擠了水 對 這裡擠了 嗯 那 其實就不是那裡濕的 是嗎 那邊有點倒斜 倒斜了 倒斜了 倒斜很難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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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搞倒斜的工程 和換玻璃應該差不多 所以預計這間屋 都不會這麼快就收完 樓就驗完了 我也沒有刻意去問師傅 覺得這個單位值多少分 不過我個人驗完之後 就覺得比較失望一些 發現的問題也不少 而且很多在收拾方面 都要搞很久 不知道你有什麼看法 歡迎留言和大家說一說 若然你真的打針 抽到這個一房單位 你會自己入住 還是盡快放的 歡迎留言說一說你的看法 想了解更多樓盤和遇民方 公眾部份 會所 以及商場到底是怎樣 記得留意我們的下集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 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 按旁邊的小鈴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